各位麥迷朋友好 又是我Candy 雷文 跟大家研究十月十四日第八場賽事 希望各位朋友未訂閱的可以按一下訂閱的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 有影片提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馬仔 另外可以加入發小弟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或者在影片右手邊有些方法可以支持一下雷文的頻道 為大家提供一些賽馬的資訊 第八場都是一場挺特別的賽事 未跑過菊草的馬有多少隻呢? 我先數一下 有1號的友誼志豪 2號的怡郎 4號的安彩 6號的郭妙星 這些都是未跑過菊草的 但是今天跑過菊草 這群是查了 下一次的賽事 二班只有一場二班泥地千二米 變成有些馬可能偏排上走過來這裏跑 變成有一堆有些級數的 好像二郎、安彩 這些就算是郭妙星也有些級數的過來 有而至好也是 就過來這個菊草 對著一堆菊草很好的馬 藤德堅備又是紅 太陽威威、綠色有韻、結彩繽紛 甚至精算齊童、翠龍這些 都是一些菊草好的馬 先說今季未出的馬 我先看看 先看看 未出過的馬 又今季又綠色有韻、太陽威威 又是紅 這些路程專家 未今季是第一劑落地的 所以 究竟第一劑落地 能否克服得到 對著一些未跑過菊草 但是有些級數的馬 先說我看過馬的試雜 就未跑過一次的安彩 如果不是這隻馬 十二檔 那麗文打算捕了他很久 想買他 但是十二檔 這隻馬第一場 對著那些大金庫 根本就完全不適合他路程 但是他最後湧上來那段 都很肯追 希望這條片不要太長 大家看看這隻就是安彩 跑直路一千 剛剛轉到位置達第一場 中間那段已經是慢步速 對於這些馬來講 你看看他踏順了他怎樣穿上來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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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他怎樣穿上來 今天就跑來適合他的路程 但是今天就撿個十二檔 初跑菊草 看看夠不夠膽買賀明年十二磅 看看會不會穿一條極露雪埋欄 再講就是關乎這隻綠色有韻 我想和大家看一貨集 他最近的貨集是比較好一點的 在重化的 但是那貨集我自己覺得 其實早段倒得幾萬 騎士都在搓搓搓搓 末段二十三秒都有點走勢 但是看就不看 因為他跟傑彩分分同一貨 看回他最前一貨 因為這一貨就多些馬看 有又是紅 安彩 勤德兼備 綠色有韻這幾隻 綠色有韻這一貨是第一貨 這一貨是田草 然後找了重化 看看這一貨集 也挺難看的 那個畫面很黄 看看這隻安彩 勤德兼備 綠色有韻在後面 又是紅在前面 綠色有韻出來 已經在後面 後來就跟跑回來 其實是OK的 看看那隻安彩 現在在外疊 今天十二檔外又是外疊 不知怎麼跑 又是紅 也是用他的跑法 放在前面 安彩現在走在這個位置 這隻安彩 又是紅 又是紅 在這裏 裡面這一隻就是 勤德兼備 勤德兼備 綠色有韻是按住的 才可以順跑 勤德兼備有追 因為這貨集 因為這貨集 看得多些馬 另外 綠結彩 彬分分 也看了這一貨 他試了四貨集 上場 一會兒再說 上場 跑之前 試了四貨集 有一貨 他就是和 不看這貨 和綠色有韻那貨 重化來的 看完這一貨 看看綠色有韻 翻譯重化 試這一貨集 看得多厲害 只有幾隻馬 跑幾萬步速 末段23秒 是OK的時間 看看綠色有韻 和 結彩 彬分分 綠色有韻 就在這裏 然後兩隻馬 好像交換了位置 也看得多厲害 接著這隻 一隻就進去 前面挺慢的 你看看 劉德的馬 都沒什麼 就是 好像神粗 這貨 比他剛才在沙田那貨 一漏集就好 好了 結彩 紛紛走進去 他剛才在裡面 走出來 這隻就在他裡面 現在 兩隻馬 中間 前載紛紛走進去 內藍那裏 最大的 我當 那隻馬的身上 有點失敗 那些起連前星 斜一斜一斜 一斜一斜 兩隻馬都在填充 中盪 要得快 裡面是美麗教育的 這貨 綠色有韻就好些 末段23秒都能保持到同速 轉一轉腳 再說這隻太陽威威的貨集 我覺得普普通通 不過不失 我自己覺得 沒什麼太深刻印象 因為這隻馬 是一定要用果椒均速擺前走的 但他試過1分12秒幾 末段23 我自己覺得是OK 因為是比較小馬 條件不太長 接著又是紅 試了兩貨集 剛才有一貨看了 兩貨都OK 但今天考慮一下 執九檔和上班 勤德兼備 上場已經跑過第四 對著一群很強的對手 還要是巴田千四 勁博 九寶 這兩隻再出 一隻第一 一隻第四 翠龍也是連接近的馬 但杜智靖再出 同於勁博那場 即是跑第三 他跑過第四 也挺傑出的 88倍 今天就 一當 再說上次怎樣跑的馬 有如最好 上次被人捱一捱 但回來又好像不太多 初跑谷掃 二郎呢 一會兒會看片 放一個 不是頭一段 第二段 不是很快 但連續踩兩段 第三、第四段是快的 最好是有級數的 金槍60過了 非凡才子 賺了快步速 衝上來挺厲害的 看看今天有沒有快步速 給到他 這隻馬尼文 上季都說過 曾經有一場 不是用他跑法放頭 和美麗全程的跑 都是輸兩三個馬位 我記得 三四個馬位 安彩 剛才看了 那場一千都不是他路程 擺明熱身的 這次應該是適合路程 但是撿了個十二檔 翠龍翻查賽職 配郭能這麼多次 他最遠那次都是輸兩個馬位 連續三次輸兩個馬位 又一次輸半個馬位 郭能其實這隻馬是好的 但今天的檔位就是八檔 郭曉星這次就除配備 第一劑爆了個二百多倍 那天是穿那隻叫做什麼馬呢 好像在那裡一起跑 那一隻 二郎就是穿二郎 那一場爆了二百多倍 然後沒有長達的倍 被換來換去 那一場二郎是一個 又是走第三、第四點 放回來 這隻二郎是懂得追的 今天我會選這隻馬 傑彩斌 精算齊同那些賺了幾場 這次上來了 看看各位信任他再賺 這場比較特別的 就是潘頓沒有馬騎 因為潘頓的精算齊同 還有那隻叫做什麼 精算齊同 因為都做不到磅 所以就這樣 結彩繽紛上場是被人塞的 塞完回來 直接檢查下去 檢查下去 他又不是完全沒有走勢的 再加上那一場 就是阿塞要搏勁搏那一天 大家都明白 他是被人塞的 阿塞那天有幾隻 我記得 結彩繽紛 兩隻 太陽威威綠色有運 又是紅 沒跑過 沒得說 勤德堅上場 輸給幾強的對手 跑過第四 今天回來了 每一隻馬都說過 勁搏狗好 這場 這場馬 就有一堆 沒跑過的馬 即是沒跑過菊草的馬 對著一堆菊草專家 都挺亂的 我想和大家看片 看看這隻二郎 這隻二郎 上場跑上菊三級賽 今天 阿樂回來跑二班賽 上場的三級賽 輸給金昌六十 美麗全城 聖德精彩 川河專驅 他跑過第五 跟他一起放的嘉應之聲 就沒有了 跟他差不多位置 那隻叫川河專驅 就跟他一個馬位回來 即是跟他一樣的跑法 那隻 當日第三段開到二十二秒七 第四段開到二十二秒四 回來 捱不到那幾步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今天 他第一次過來菊草 還有第二段 可不可以被他按得慢來跑 就是他智不智勝的關鍵 但是這隻馬 我記得他捱紅衣優俊 那場 我買了紅衣優俊 那場 他就懂得追追地 這隻馬 紅衣優俊 走先 他還要爬上那隻紅衣優俊 所以我也是想看這隻二郎 上一場怎麼跑 我覺得他不夠決斷 因為旁邊有隻嘉應之聲 其實他可以搶 他又不搶 不停看著嘉應之聲 看著看著看著 誰知道那隻川鑾鑽鑽鑽 就放了他的位置 然後就跑去三碟 他一早可以倒閉 他為什麼不倒閉呢 是否因為嘉應之聲的問題呢 後面那些姓德精彩美麗全城 川鑾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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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和宜郎比,和其他马就没得比,我说是和宜郎比 宜郎回到这里,你以为他被人下去了,隔壁过去的 他这里有点反变,拍摄一张张照片想过他 这只没得说,大家可以掩住他,22.4撲上来 他这里还反变,但是那些马王级那些就过去了,最后这里真的没有了 进不到位置都是过几码位的,今天买他就要克服快活谷 还有今天有些又是红,太阳威威,就算是清算齐童 这些都是放在前些,一招食五,均速,全领,太阳威威都懂得接 中间的步速可能不会慢,看看他能不能遇到这只二郎的步速 但选择马,刚才他和马王级的跑,今天到这里跑,也先选择他 第二只,我会选择这只非凡才子 我记得那时我和他说过他还没转,苗莉德之前 他和那只急制赛那天用一个不是什么跑法 这一场我记得 美丽全城,不过是小马的 和美丽全城,夏威夷 他都变成一只后上马,他守着在三四位回来 最后都是被那只马过输五个马位 不断追这只马 但是上季都赢不到马,过了苗莉德,流了鼻血,没有出过赛 然后转回容天鹏 上一场赚了个快步速,因为大家都看到 只有一只叫做高大威猛是放得回来的 全部放那些美丽非凡,真妙星,满冠雄那些都断了 后面涌上来的马就涌得很厉害 这只非凡才子就是涌上来的 但是也挺凶狠的 我还爱这只非凡才子,二三爱了 安彩十二档,这文就不敢要了 但是四连环那些我会放下去的 即是拼他缩一段冲,拼何兵连摄位就多余了 第三只我会选这一只翠龙 这个翠龙我今天的档位我觉得他不太好 但是这只马国能骑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国能骑这只马施两个马位,施两个马位,施四分三马位 上场在田草都是施两个马位的 又是那些东西,勁搏,九宝,勁得兼备,大道智政 大道智政再出,我就搏他,他就跑过披 那这只翠龙今天的八档在法户谷无疑就不太好 但是希望国能都是输两个马位的情况回来 输两个马位有可能差到脚了,我还爱这只 第四只,我就搏这只结彩崩崩的,上场是被人查得很厉害的 这只马上场跑之前一直试很多集的 那我就不理那么多了,为什么我会选这只我会选呢 我只是记得他跟羽龙共舞 在中段的弯踩有1600,1800都是跟羽龙共舞回来的 羽龙共舞放在这里都OK吧 结彩崩崩如果跑回那场的水长都OK吧 不过波剑士骑这些马就要莫雷拉那种中段踩油发挥 会不会是一个车网呢 那就是了,因为波剑士上季骑绿色有运失棉车 那我只是介绍一下中了 波剑士骑这些马就是担心一些的 如果不是我会打它前一些的 那我这场马的过云深水呢 二啦,二郎啦,三啦,非凡才子啦,五啦,翠龙啦,八啦,结彩崩崩 这些都是属于曾经跑过吸制赛 而刚刚那些跑得不太好的赛事 至于那几只在谷草专家里面呢 就... 真是专家来的,真是随时又跑回来的 但是呢,我会放在脚,好像太阳威威这些 上季我都说过,他做过那些时间真的很好 上季最后一场他还值得赢到 绿色有运追来追去都追不到的 那这些可以放回四连环四重彩脚 还有一种勤得兼备 我个人投资四重彩的 不过选四个和大家优先再篩选过的呢 就觉得选择二郎先啦,谷草就谷草啦 下次没有赛情啦,那你不跑这场 难道跑泥滴千里呢,是吧 那这次的对手完全不同了 三目非凡才子上场是赚的 但是这只马是一只有实力的马来的 流了鼻血,希望健康没问题呢 就准备一锅啦,是不是 过去苗里德那些马呢 就不是每只马都受到苗里德的操练的 这文都说过很多次的了 至于第三只,希望都是交回他输两个马 或是郭能骑去翠龙,他都是一只有级数的马 第四只也是跟羽龙共舞 然后双双弹尼其他对手,中段踩油 那只是拿着这个赛职,但不是莫雷拉 但是想想今天有没有鱼龙共舞 希望他上次是被人塞车 以及上次是父居身份 曾经上场跑之前试了四货集的 那上季都没有交代的,是吧 上季都没有交代,不等于今季交代 但是我求他一直而已,是这样的意思 希望各位赢多支持一下这文频道,拜拜